上天早上七点半 吴章雄接到福清市监察局副局长林慧全的船呼 要的出车 从家中赶到纪委办公室 在一楼信访室接待室门口 他看到一个红色的手提袋 上去触动他的一瞬间 发生了爆炸 当场被炸死 案件迅速引爆全国 实至全国范围内 正开展严打整治 制爆机枪为打击重点 福建省公安厅挂牌督办 时任福清市公安局局长林子 任专案组组长 成员多达四十多人 掌握爆炸技术 近年受到纪委查处的人 被警方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9月13号早上 陈柯云正准备去公司上班时 在家门口被警方带走 十年四十八岁的陈柯云 出生在福清农村 曾在四川铁道兵部队 从事新闻摄影报道工作 后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学了四年法律专业 1980年转业到福清 从于西镇团委书记福清市人大秘书 做到福清市人大办公室副主任 他的妻子谢清 毕业于敏清师范学校 曾当过老师 在生下独子以后 自费去日本留学打工 1994年回福清 用赚的钱盖了一栋六层小楼 1997年市委让陈柯云到福清市 国际经济技术公司担任经理 当时该公司内部问题很多 市委让他去做一段时间的 清理整顿工作 期间他发现一个 很有后台的女会计 有严重经济问题 向市委及纪检部门反映 要求查处 对方转而反映他 买车超标 私分公款等问题 2001年6月4号 陈柯云受到纪委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但他对这一处分 有不同意见 案发期 市委主要领导找了谈话 准备让他 就任市监察局副局长 6月23号上午 陈柯云去乡下看望母亲 下午5点多 他回到家里 妻子谢青正在一位领导家打麻将 当晚8点多 飞燕台风登陆 暴雨金盆 11点多 妻子让他骑摩托车去接他 他见窗帘被风刮下来 窗玻璃摔起破碎 客厅里有水 就先收拾了一番 妻子也从离得不远的领导家步行回来 两人收拾到凌晨一点多 才上床休息 爆炸案发生后 警方找他了解 案发前夜的动向 陈柯云怕妻子打麻将的事 会影响那位领导 于是没有说实话 称他和妻子在家看电视 回家后 他叮嘱妻子 有人询问 也这么说 6月27号 陈柯云发现 司机吴长龙和车子都不见踪影 他的姐姐吴华英也联系不上他 而他在10月1号国庆节 就要跟女友举行婚礼 怀疑吴长龙被人绑架 陈柯云连夜发动公司员工 到公路沿线寻找 第二天还在福清电视台 播出了寻人启示 吴华英报了警 几天后 陈柯云才找人打听到 警方正找吴长龙 了解跟爆炸案有关的情况 原来恨他的那个女会计 向警方举报 爆炸案是他制造的 很快公司男秘书也被传去问话 陈柯云这才意识到 这一切可能都是针对他的 911发生后 有人称624爆炸案也是恐怖事件 福清警方加大了侦讯力度 9月13号早上 几个便衣警察把陈柯云带上警车 关押到一处秘密地点 他意识到事情严重 坦承了案发前夜 妻子在领导家打麻将 他从乡下回来再没外出的事实 大人员用手铐脚铁 把他紧紧地靠起来 并强行脱掉他身上的皮带 皮鞋叫他坐在椅子上 一个负责人对着说 经我们查明爆炸案是你干的 你必须全部如实交代 反正你这次是死定了 你还是尽早说 免得受皮肉之苦 我们对你有办法 看你能硬多久 从9月14号下午到9月16号 陈柯云仍然是这样 被手铐脚铐紧靠着坐在椅子上 刑警队员不许地睡觉 稍一闭眼就对了拳打脚踢 他始终坚称没有作案 被警方抓走的吴昌龙 同样受到刑讯逼供 9月18号 他终于支撑不住 做了一份有罪供述 交代受陈柯云指使 曾向包括前姐夫杜杰生 在内的几人购买炸药 三天后 专案组将杜杰生带走 9月22号生日 陈柯云被用黑布罩头 脚布封嘴 带到市公安局刑警队 带手铐的双手 被粗绳子绑着 双脚离地吊在窗户 特制的粗大铁杆上 凌晨三四点 在半昏迷中 他认不住编造谎言 乱说一通 几个刑警就吼起来 不许你说别的 你要说只是吴昌龙 与他合伙干的 陈柯云估计吴昌龙 可能已经熬不住 做了交代 就说 既然你们说是小屋 那就是小屋 具体的怎么买怎么干 我不清楚 到九月二十五号 以两天没吃东西 处在昏迷状态中的他 被放下来 两个刑警抓住他的大拇指 在他之前胡乱编造的笔录上 按了手印 陈柯云此事 最思念的是亲人 根本不知道 就在他被抓走的当天下午 他的妻子谢清 也被警方带走 他说案发前夜和丈夫 在家看电视 因涉嫌伪证罪被拘留 十月二十二号 受不了刑讯逼供的杜洁生 编造从几人手中购买了炸药 警方随即抓捕了 从江西来福建打工的谭敏华 并刑讯逼供 11月30号 福清市公安局对陈柯云 吴长龙 杜洁生谭敏华 王小刚 谢清等人发出逮捕证 警方高调宣布破案 召开庆功会 奖励举报人十万元 2002年6月 时任福州市政法委书记的宋立成下令 让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交法院审理 11月28号 福州市中院第一次开庭 庭上陈柯云 吴长龙等五被告人 集体喊冤 律师一致做无罪辩护 审判随成将军 谁知2003年初 此案专案组组长 时任福清市公安局局长林子 因涉黑落马 福清市公安局领导班子调整 2003年3月 福清警方从四川 抓回涉嫌提供电雷馆的王小刚 警方没有沿用624专案组 刑讯逼供的做法 王小刚也未做任何有罪供述 陈柯云的母亲病了近两年 临终前叮嘱家人 一定要把儿子媳妇救出来 老人抓着孙子的手颤抖着说 孙子 你爸爸妈妈还没回来 你要争气 不然奶奶死不瞑目 2003年农历七月初一 老人含恨离世 陈柯云被关在福州看守所 他写明信片 问大哥母亲身体怎么样 大哥回信绝口不提母亲 他立刻什么都明白 不能给母亲尽孝送终 愧为人子 他眼泪几乎流干 此时陈柯已进入找工作阶段 公务员不能考 工作找不到 只能到私人装修公司打工 每天干着最累最脏的活 精神上更背负着巨大的屈辱 2003年底 继原福州市政法委书记 吴文达因卖官落马后 其继任者曾干预此案的 原福州市政法委书记宋立成 也因贪腐落马 2004年11月 福州市中院首次开庭审理 624爆炸案 检方指控 福清市纪委根据福清市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会计的举报 对陈柯云私封公款等问题立案查处 并于2001年5月 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陈柯云不服处分决定而产生怨恨 被告人吴昌龙也因修车报销等问题 与会计产生矛盾 于是两被告人便密谋实施爆炸进行报复 2001年5月经陈柯云受益 吴昌龙以炸鱼为名 向杜柯云提出 为其购买炸药和雷管 杜柯云向谭敏花购买了两桶炸药和两枚雷管等物 后吴昌龙向杜柯云取回上述爆炸物 陈柯云吴昌龙又进行密谋 陈柯云提出用电雷管引爆 吴昌龙又要求杜柯云为其购置电雷管 杜柯云在福州向王小刚购买了两枚电雷管 吴昌龙陈柯云获得上述爆炸物后 在陈柯云家共同制造爆炸装置 先制造一爆炸物 由吴昌龙带到东张水库试爆成功 再制造了另一爆炸装置 2001年6月23号 陈柯云吴昌龙携带该爆炸装置 驾驶摸托车将藏匿爆炸装置的手提包 放在福清市纪委信访接待室门口 后逃离现场 此日上午8点多 市纪委司机吴章雄不慎触动爆炸装置 当场被炸身亡 检查机关认为 陈柯云吴昌龙为报复实施爆炸 危害公共安全 且致一人死亡 应以爆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赌接生谭命华 非法买卖爆炸物情节严重 应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谢清在刑事侦察中 故意做虚假证明 帮助陈柯云逃避法律制裁 应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上 陈柯云吴长龙等 都辨称自己没有实施爆炸犯罪 和买卖炸药等 所做的有罪供述 均为刑讯逼供所致 谢清辨称自己没有做伪证 不构成伪证罪 2004年12月1号 此案一审宣判 陈柯云和吴长龙被判处死缓 杜杰生和谭敏华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谢清因伪证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而涉嫌提供爆炸案最重要材料 电雷管的王小刚 则被无罪释放 2004年12月4号 算上之前的积压期 谢清被从看守所放了出来 他以200万低价卖掉六层楼房 请律师和吴华英等人开始申诉 2006年1月 福建省高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将此案发回福州市中院重审 6月福州中院重新开庭 辩护律师提出 福建省工程爆破协会做出的鉴定显示 爆炸案至少需要600克左右的炸药 远多于吴长龙供述的数量75克 证明此案有重大疑点 哪知 再审开庭不久 福建省工程爆破协会秘书长陈荣明 被福州警方以涉嫌伪证罪刑拘 另一位当时参与鉴定的专家 也一度被刑拘 10月10号 福州市中院再次判五被告人有罪 但将杜杰生和谭敏华的刑期 改判为七年和六年 荒唐的是 这份判决将早已无罪释放的王小刚 仍视为电雷管的提供者 对于福建省爆炸协会的鉴定意见 判决书不再提及 陈科云等人不服判决 上诉到福建省高院 此时陈铭认识了在福州农林大学读研的张蓝 并与他相恋 谢清为儿子没有沉沦 并且寻觅到真爱感到欣慰 2008年 陈铭和女友准备结婚 写清用卖房子剩下的钱 加上亲友的资助 当儿子在福州岸街买了一小套婚房 2011年4月26号 福建省高院二审开庭 律师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包括 本案中官局炸药电雷馆来源的供述 只有吴长龙 杜杰生 谭敏华三人 而他们各自的供述前后不一 也无法印证 同时得不到其他证据印证 王小刚被判决无罪 电雷馆没有了最终来源等 最后此案仍没有判决 并且又拖了两年 直到2013年2月8号 出席前一天 陈柯云终被释放 监视居住 回到福州的心下 谢清见丈夫头发全白 手背上伤痕累累 抱着他痛哭 陈柯云掉过头来 紧紧拥抱着12年 没有见面的儿子 失声痛哭 2013年5月3号 福建省高院宣判 涉嫌制造扶清624爆炸案的上诉人 陈柯云 吴长龙 杜杰生 谭敏华 谢清无罪 当天陈柯云特意去染了头发 与吴长龙等五人 在法院大门口喝饮留念 福建省高院随后发布的通稿称 本案除向当事人致歉外 将予以国家赔偿 同时要认真总结教训 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9月 无人共获得国家赔偿420多万元 陈柯云拿到赔偿后 首先去还债 稍后按照企业职工标准 陈柯云被补发40多万元工资 当年48岁 本来仕途坦荡的人 如今成了白发老者 身上多处有声 就在当月 在封口12年后 624爆炸案中死者的妻子王慧珠 首次打破沉默 向外界披露自己 已向福建省高院控告其丈夫 是因揭露当时市纪委领导 遭到杀害 称吴张雄对当时纪委主要领导 利用职权寻思舞弊行为身无痛绝 常揭发其不法行进 被对方当成一己排除 案发当天早上七点半 吴张雄接到那个监察局副局长的传呼 通知他出车上班 他刚到纪委办公楼就发生了爆炸案 第二天 王慧珠在太平间抱着丈夫的尸体痛哭时 这个副局长跑来偷偷地对他说 如果今天省厅有人下来问你话 谁叫吴张雄来单位上班的 你就说不知道是哪个叫的 更不要说以前吴张雄与谁有纠纷过 你都要说不知道 他还指那个副局长为毁灭罪证 利用职权从公安机关领出其丈夫的传呼机 并扣住不放 对方还许诺给他安排工作 等他儿子大学毕业后安排到纪委工作 以及优厚赔偿 他才抑制封口 可今年儿子大学毕业 对方却没有遵守承诺 他愤而向省高院提出控告 要求依法追究原纪委主要领导 以及这个监察局副局长故意杀人罪 窝藏包庇罪和报复陷害罪 并赔偿其丈夫吴章雄的死亡赔偿金 及亲属赡养金等 2014年5月1号 吴长龙在扶清东张镇和一个女孩结婚 陈柯云和律师林洪南特意前去参加婚礼 包了红包 陈柯云在婚礼上动情地说 灾难过去了 我们都要争取活得好一点 如今吴长龙的妻子已怀孕 12年间 这起蹊跷的爆炸案 就像一个要吞噬一切的黑洞 然而它最终没能毁掉一切 所幸还有许多法律人坚持的正义 陈柯云和家人在屈辱和逆境中 也终于挺了过来 如今陈柯云仍在强烈要求缉拿真凶 并对造成冤案的办案人和诬告者追责 要求按照公务员标准补发其工资 和当年卖房造成的经济损失 好故事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虽然陈柯云深渊十二载中获昭雪 但对于陈柯云及其司机吴长龙等家庭来说 已经是遭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件当中 公安机关对陈柯云刑讯逼供 致使其蒙冤认罪 根据刑法第247条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 逼取证人证言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虽然对刑讯逼供有明文规定禁止 但因当时急于破案监管不善 陈柯云及其司机吴长龙 都饱受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疲漏之苦 2003年初福庆市公安局长因涉黑落马 03年底福州市政法委书记落马 几位重量级官员的落马 对于陈柯云来说是天大的福音 陈柯云的冤案也得以肃清 在陈柯云出狱一个月后 封口十二年的爆炸案死者妻子 道出惊天内幕 她丈夫的死亡很有可能 与其揭发当时失纪委官员 利用职权寻私舞弊有关 并向省高院提出控告 要依法追究原纪委书记 故意杀人罪 窝藏包庇罪 报复陷害罪 故意杀人罪有可能会面临死亡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令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请接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众处罚 如果查明当时官员 确有如此行为 他们面临的将是刑法的惩罚 官员谋求仕途顺利 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有一些官员 却为了钱财 抛弃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权财虽好 但也要告诫为官者 善恶终究报 且莫为了一时的权利 而丧失了做人的权利